想要拉拢一个人,你就不停地请他帮一些小忙,然后再给他送点礼物。 一来二去,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。 朋友给你介绍了一个活,如果你挣了两万,那你大胆地给他转一万,放心,只要你转了,你天天有活干。 请男人吃饭,带个美女,这样破冰会非常快,谈试的成功率也会提升到90%以上。 请女人吃饭,可以给她带个礼物,仪式尊重,可以让你的好感立刻飞升。 行走社会的精髓是什么? 多送礼,多社交,改变命运的法宝,送礼,听话,感恩,分钱,同流合污。 求人办事关系再好,也要让对方得到利益。 托人办事,千万别一上来就说,等办完事之后给什么好处,办事之前就要给。 找人办事的饭局不能请太多的人,最好只有三个人,领导,中间人,还有你。 把点菜的权利交给领导,如果领导让你点,你不要问领导想吃什么,而是要问他有什么忌口的。 一个样样都不如你的人,你对他越尊重,他越会报答你。 对老人要吹捧,人老了,退休了,就只剩下那点回忆了,多捧着他,他就能为你所用。 好色之人,可用美人拿下。 愚蠢之人,可用画柄拿下。 众女之人,可用泼脏水拿下。 血爱之人,可用安全感拿下。